宣兰诺台风虽然已经远离台湾了 不过台风带来的大雨 还是导致苗栗县南庄乡 苗21线道路坍塌 阻碍东河村民通行 那经过三天的抢修 终于是开通道路 不过当地居民是非常无奈哦 表示说每到下雨就会坍塌 已经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从9月4号的空拍画面 可以清楚看到宣兰诺造成的灾情 巨大石块夹带泥沙 从山坡一路坍塌 倾斜到苗21线道路上 阻碍双向通行 苗栗县南庄乡东河村 还因此停班停课一天 经过三天来日夜抢修 终于恢复了通行 一大早就有餐厅业者和居民 急着回到部落查看 学校也恢复上课 但老师还是心有余悸 平常上课是很开心啊 可是那路风以后就心情有点紧张啊 如果学生来学校没有午餐吃 这个也是会影响到 我们学生的一个运作 当地居民指出 苗20线道路 通往南庄乡东河村 到向天湖 陆场部落 神仙谷等知名景点 沿线有很多餐厅和露营区 每逢下大雨 他们就心惊肉跳 担心道路坍塌 不但生计受到影响 连人身安全都遭到威胁 虽然苗21线道路 暂时开通 但警方仍提醒用路人 行进这个路段 还是要小心慢行 随时注意路况 才能够避免意外 借张兴杰苗栗报道